先跟妳請教一下 是不是昨天發現到 廢永黛委員有追蹤那個罷免是去喬心讓妳很神奇 堡 statistically是aaa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廢委員最近她會選擇跟綠營混在一起 甚至追蹤一個這個綠營側異的粉絲豔 說要罷免我 那我覺得廢委員她平常時都說她槍口要一致 對外要團結 然後不要內戰 但私底下缺在做這樣之小動作 然後跟律營的網軍互相的串連 這一點我是相當不解的 那希望肺委員可以親自出來說明清楚 不要再像之前用一些這種迂迴的方式 又講說要團結啊 一致對外啊 就輕鬆的帶過 因為其實如果肺委員要罷免我的話 那他可以親自的對大家說 但不要用這種小動作 那私底下去追蹤策異粉絲頁的方式 跟綠營的策異混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作為一個議員 不管在2022年或是一時以來 對於綠營的策略 塔綠班的策略 都是窮追猛打的 所以我其實真的很沒有辦法接受 原來我們藍營的20年資深的立法委員 都已經70歲了 那還搞這種小孩子氣的事情 去跟綠營的網軍去做串聯 這點我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所以希望肺宏泰委員可以嚴正的 那出來說明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情況 我個人是非常的不能理解 你認為初選過後就是不論誰出現 但你們兩個還有可能可以團結嗎 因為現在都殺到劍骨 當然是要看這個接下來選後的該如何整合啦 不過我想有一些這個原則性上面的事情 應該是要注意就是 我覺得最基本的是 不能去跟綠營勾結在一起 這是我覺得我們國民黨要有國民黨的黨格 國民黨要有國民黨的氣魄 那國民黨要有國民黨自己的理念跟價值 所以我覺得肺宏泰委員他最近跑去跟這個 綠營的側翼勾結這件事情 是我作為國民黨的黨員 不包含作為他的競爭者都無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呢我想後續的整合還是要看看雙方的這個態度 那但是2024年下架民進黨讓國民黨重返執政 這是我們共同一致的目標 並不會因為這些事情受到任何的影響 那現在其實最近有很多黨員是收到那個 催繳黨隊的通知書 然後上面有寫說3月31日 如果妳之前繳黨的規劃是可以來進行民進行調這部分 那妳會覺得說市黨部是不是其實早就決定 好像是要用3C的這個部分 當然可能是這樣子的嘛 因為我們在公告的時候 就還沒有協調 就上面已經寫好了黨員投票的時間 所以當時界也有被質疑說 是不是已經先設見後話吧 那但是我想目前這個黨費喔 會有一個不公平的狀況 就是說我們已經協調完畢了 然後我們的黨員投票時間也決定了 可是到現在都還有人在大批的補交黨費 所以這才是我們為什麼會主張用全民調比較公平的原因 也是要避免在選前的最後關鍵時間 有人投黨員的這個問題喔 那但是非常遺憾的是 費鴻泰委員他使用了這個關說跟施壓的方式 昨天也已經有一些委員承認了 那有更多的委員是因為基於他的壓力 是不敢承認的狀況 那透過施壓跟關說 那贏得在這個委員會裡面的投票 那我覺得也是讓我覺得非常遺憾的事情 那到底是用全民調的方式比較公平 還是用黨員投票的方式佔三成 比較能夠合乎社會大眾的民意 我想所有的觀眾朋友 所有的民眾 自己心裡是有一把尺的 那為什麼要為了一個立法委員的初選 把情況搞到這樣 那我也是非常的不解 尤其是我們在協調的過程當中 很明確的是講說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三七筆還是全民調交給 全權交給市黨部委員做決定 所以實際上面他們最後做出三七筆的決定 我也是願意尊重跟遵守的 只是沒想到這兩天以來 那有不斷的關說跟施壓 造成委員很大的壓力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比較不妥的 並不是接到電話的委員的錯 而是我的競爭者費鴻泰委員 已經70歲了 還在背後用這種偽君子的方式搞小動作 我覺得這是比較令人不齒的 議員你覺得這個三成的這個黨員投票 您自己有信心嗎 或是說你會到4月22號為止 你會做出什麼樣的努力 我非常有信心 那我也會一定的力拼到底 當然我知道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用數學就可以算得出來 再加上我們的黨員結構 65歲以上很多人他是不用繳黨費的 那跟我們現在的社會結構 有很大很大的落差 可是呢既然已經決定了規則 那我就會勇往直前力拼到底 那打死不退 是不是有想要再拼這個空戰的趨勢 因為昨天也是發了自己的一個新的廣告 是 就是我們也發布了一個最新的CF 最新的廣告 那裡面就談到了這個 2024年我們要解密台灣 那作為民意代表我想有很多 應該要解密的事情是該做的 應該要揭蔽的事情是該做的 應該要把人民心中的火 發洩出來的事情是該做的 這幾年來我們知道不是每一個民意代表 他們都有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有 所以我強調的是說 為什麼我這麼年輕 我就要選擇挑戰費鴻泰委員 是因為我希望在我最好的年紀 最有憧憬的時候 為大家做最多有意義的事情 世代交替不是為了拉下誰 而是為了把國民黨的大家再往上推 所以費委員他的資歷跟他的歷練 其實2024年我們共同打下來 重返執政之後 不管在國營事業裡面 或者是內閣閣員 他都有很多能夠表現的機會 所以我在國會 他在內閣 我們會是最好的拍檔跟組合 昨天那個廣告裡面有一張 時鐘的照片呈在水裡 這是有一點小暗示什麼嗎 有 我們就在講說 2022年的陳時鐘之戰 那我們團隊也是費盡了這個洪荒之力 透過資料證據的收集 那搏倒對方 把陳時鐘從民調最高 變成台北市長的落選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 複製這樣子的模式到2024年 陪著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在2024年一起贏下勝利 有 我有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那很遺憾 我想任何的辱罵女性到這個程度 其實都是不應該的 那但費鴻泰委員的兒子 那也已經是大人了 那他有他自己要面對的 這個法律的責任 那我想就讓法律來做 決斷就可以了 好 特別PO上那個 就是少林足球的那個問題 喔 就是因為 我昨天的特別的感覺就是說 在這個 費委員的施壓跟關說之下 那所有的委員他們 這個等於是說 已經某種程度 那可能 受到很大的壓力 所以當然我會覺得 在委員會裡面的投票 大家並不是好好的分析說 全民調還是三七筆 對社會大眾的觀感而言 或是對國民黨比較有利 而是基於費鴻泰委員的施壓 人情壓力 或是各種的關係 所以才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那我的遺憾就表現在上面 但是我的文字上面寫的是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幹 也表示了我自己打死不退的決心 六不村的沸沸事件 鬧得沸沸洋洋 你有在台北看到那個偷跑的沸沸 我是建議齁 就是大家要按照遊戲規則來齁 這個沸沸在外面到處亂跑 其實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還有要問沸沸相關的事情嗎 但我必須說 我對沸沸死掉這件事情 我很遺憾也很難過 因為看了她十幾天了 也覺得有感情了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看到這樣的事發生 所以今天看到六福村出來道歉 我覺得真的 這個殺死沸沸是件很過分的事情 她又沒有怎麼樣對不對 我想要喊話一下說 沸沸不在 欣欣還在 喔對 如果今天呢 這個沸沸是沸沸的話 那我就欣欣啦齁 最近大家都拿這個 欣欣大戰沸沸來當主題喔 我覺得這只是一種幽默而已啦 但是呢 我必須說 我的個性就是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勇往直前 所以不管最後決定出什麼樣的規則喔 那我想 我都會這個放下所有的成見 往前衝 那就算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也會試試看 去衝破這個體制試試看 那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們 可以給我機會 然後可以肯定我 然後 讓我有機會 打破這個體制 讓更年輕 更有戰力的人 可以進到國民黨的體制裡面 代表大家參選立法委員 謝謝 議員 欣欣跟沸沸誰會贏 如果你真的在認真比這兩種動作 當然是欣欣啊 欣欣比較大隻啊 但是如果是比我跟沸沸的身材的話 那我確實是比較小隻 剛剛熊婷他說如果是 黨員投票的話 他可能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要放棄出選 我絕對不會放棄 勇往直前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幹 是我的座右鳴 不管最後的決定 是全民調 或是三七筆 我都會立拼到最後一刻 不管結果是什麼樣 參加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黨內出選 是我從政以來 我覺得非常值得的事情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選舉 那有更多的人出來幫助我 協助我 幫我拉票 其實我整個過程 我都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絕對不可能會放棄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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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